我現在講的那種感覺 我不知道是要廢掉 還是它要好 戲劇男神佑盛 被至少四名女子 指控遭到性騷 先是陳同士 自己女爆料 在會議室裡 兩度遭強行環抱 我就站在桌子前面 就是隨時準備好 要去做她要我記錄的事情 講電話 然後就走到我的身後 就突然的從我身後 環抱著在我的胸上 是兩手的 曝光的訊息中 女方說會嚇到 佑盛回應可是她很需要 還說盡量不再犯 另一名女助理 則控送男方回家時 兩度遭身手吸收 也有受害者B表示 佑盛以介廁所為由 進到她家後 遭跨座腿上強吻 還被解開內衣 一連串騷擾事件 沒想到的是老婆都知情 Z女公開 佑盛老婆雷媽 2019年11月下旬 有傳訊息道歉 說自己當天才知道 老公做了對不起對方的事 真的很抱歉 監神也提到 這兩天才認真面對 佑盛和某女的出軌 畢竟已假裝無事 讓他們持續了兩年多 蕾媽有沒有後悔過嫁給你 後悔大概3650次 為什麼還在這 因為她後悔3600萬次 但是她覺得更爽5億次 過往拍片 佑盛說正是因為老婆 願意縱容自己的任性 才選擇她 蕾媽也說很多外來誘惑招上老公 但享受對方能帶來很多驚喜 驚嚇的相處模式 事件延燒 律師李一貞在佑盛文章留言 批評姐內衣摸凶等可惡至極 道歉有用的話 律師就不用存在 也說這觸及刑法 強制性交未遂罪 這種程度盜竊也難以平息 TVBS新聞 張明文 宏廷大報導